2021年是中国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十年 两国在这十年中虽然通过经济贸易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互利共赢 但是乌克兰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变化 还是让中乌之间的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2013年底乌克兰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引发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中国考虑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开始减少与乌克兰之间的贸易来往 甚至两国高层会晤级数也在不断降低 此后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战对西方 不仅对俄罗斯不断攻击 而且对中国也一直不友好 令中乌关系降到了冰点 然而就在进入今年7月后 乌克兰突然改变了对西方的态度 甚至拒绝签订西方的一份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 下方此时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局势有所缓和 于是中国决定与乌克兰再次开展合作 签订了一份关于深化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的协定 这个协定的签订令许多国家重新认识了中国 尤其是与乌克兰尚未解决矛盾的俄罗斯 那么中乌签订协议是否会严重影响中俄关系 本期视频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请各位观众点赞关注评论支持一下 谢谢了 中乌协定的签订肯定会影响中俄关系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 同时被西方国家攻击的中国和俄罗斯展开了深层次的合作 这些合作令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两国为了共同发展 势必会在今后继续之前的亲密合作关系 然而想要关系更进一步 必须要重申两国的政治原则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克里米亚地区的归属权是坚决不能退让的 克里米亚问题发生在2013年 由于乌克兰国内爆发严重危机 导致克里米亚地区趁机公投 离开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此事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时至今日 乌克兰一些政府官员仍然叫嚣着 要将克里米亚的50万俄罗斯人赶走 收复克里米亚地区 中国在克里米亚公投一事上选择支持俄罗斯 因为在当时 乌克兰已经在政治上导向西方国家 选择与美国等国家攻击中国 与之相反的是 当时的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亲密 另外 克里米亚地区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并入俄罗斯的 并非俄罗斯用武力威胁的 所以中国选择了支持 而中国这样的选择 势必会影响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 但中国还是做出了选择 因为与反复无常的乌克兰相比 一个稳定的中俄关系 才是中国所需要的 乌克兰自国内危机爆发后 便一直深陷政治危机和地区冲突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中国愿意与之开展相关合作 具体事务也无法正常进行 乌克兰曾经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 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波及了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 2014年 中乌签署的能源、新能源、农业和航空工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被迫暂停 克里米亚公投后 中方停止了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港口设施 农业合作和工业项目 中乌双方政府兼工作委员会会议 一直到2015年10月才得以恢复 会务层级也有危机之前的副总理及下调制不上级 此后乌克兰的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 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介入其中 令乌克兰成为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战场 受此影响 乌克兰的交通和贸易开始出现停顿 中国在乌克兰的一带一路建设处于搁浅的状态 一个无法保持社会稳定的乌克兰 不是中国想要的贸易合作对象 甚至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持续对峙 导致中乌连最基本的贸易都无法正常运行 俄罗斯在收回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俄乌两国实际上处于准战争状态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保持着长期的能源贸易关系 因为俄罗斯的能源大部分是经过乌克兰境内输送向欧洲的 受两国对峙的影响 俄罗斯直接取消了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的 对乌克兰的优惠能源价格 由原来的每桶150美元直接提高到与欧盟价格一致的每桶350美元 后在欧盟斡旋下俄才给打了些折扣 2014年6月乌克兰总统选举后 新任总统波罗申科为了打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封锁 于是迅速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地位协定 为了阻止乌克兰新政府彻底倒向西方 俄罗斯宣布取消了对乌克兰出口食品和冶金产品的优惠关税 增加了口岸对乌克兰食品的简易标准 导致两国口岸出现长达几公里的运输车排队现象 而在顿巴斯地区 两国的冲突有过之而无不及 俄罗斯要求乌政府给予顿巴斯地区特殊的自治权 并进行宪法改革 乌政府则强调 政治改革和修宪的前提条件 就是俄罗斯归还两国边界的控制权 俄罗斯长期以来 对于顿巴斯地区分离武装的政治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 给乌克兰政府均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同时 俄罗斯在靠近乌边界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也令乌克兰如坐针毡 俄罗斯带给乌克兰的巨大压力 令乌克兰政府急于摆脱 他们选择了导向俄罗斯的敌人 美国和北约 为了抑制俄罗斯在边境部署的军队 乌克兰决定加入北约 依靠北约军事力量来与俄罗斯对抗 然而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的想法 却一直无法实现 俄罗斯在长久以来 与北约的对峙中不断释放信号 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将会开启战争 因为俄罗斯无法容忍 北约的军事武器射程 可以很容易地将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包括在内 对于北约来说 在没有摸清俄罗斯军事力量 以及战争底线的真实情况下 是不会轻易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 北约和俄罗斯的相继表态 令乌克兰非常难受 既要时刻求助北约 又要应对俄罗斯 同时还要稳定国内情况 于是乌克兰决定要打破相对平稳的局势 让美国和北约看到乌克兰的价值 在2021年上半年 乌克兰主动向东部顿巴斯地区派出军队 重启与俄罗斯的冲突 结果俄罗斯政府反应迅速 及时将军队部署到边境地区 乌克兰在军事力量相对落入下风的情况下 主动求助北约 然而北约并没有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 于是乌克兰政府开始了反复无常的举动 一会提出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顿巴斯地区和谈 一会又发布声明称乌克兰已经加入北约 一会又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进行攻击 这样做的结果是 俄罗斯并未理会乌克兰的邀请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出来辟谣 乌克兰并未加入北约 而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并未理会乌克兰 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 深受俄乌关系的影响 如果俄罗斯缓和与乌克兰的关系 那么中乌关系也会得到改善和加强 乌克兰危机之前 中乌关系发展比较顺利 2013年12月 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访华 两国签署了中乌友好合作条约等文件 但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中国为了维护和发展与俄罗斯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开始适当拉开了与乌克兰的距离 虽然乌克兰在危机后 仍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出了很大热情 愿意在海港交通运输 农业等众多领域展开合作 但中国为了顾忌俄罗斯的感受 拒绝了乌克兰的很多建议 两国之间的高层来往也暂时中断 虽然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影响了中乌关系 但是反过来讲 中乌之间的关系又影响着俄乌关系 实际上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根源 在于西方国家 自苏联解体北约东阔后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就已经在乌克兰展开了 在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矛盾有所显现 2013年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将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矛盾直接摆明 而在危机过后 新组建的乌克兰政府 就在很大程度上导向西方 导致与俄罗斯甚至是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 俄罗斯过去不会 现在也不会反对乌克兰 乌克兰因捍卫自身利益 而不是成为他人对俄斗争的工具 近年来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出现了一堵墙 这是一个悲剧 俄罗斯与乌克兰曾经都在苏联内 在风俗习惯上是非常接近的 然而受西方国家蛊惑 乌克兰开始将俄罗斯看作敌人 这显然是错误的 很多事实已经证明 乌克兰是不能离开俄罗斯的 不管是出于地缘关系 还是经济政治纽带 在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中 乌克兰内部分裂开始倒向西方 这引起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不满 于是他们自行举办公投 并入俄罗斯 此后 俄乌开始长期对峙 然而即使在对峙期间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经济联系 依然紧密 俄罗斯依然是乌克兰最大的 进口国和出口国 正如普京所说的那样 在2014年时 美国和欧盟试图迫使乌克兰 减少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他们给乌克兰承诺 让其成为欧洲领先国家那样 经济繁荣 然而直到2021年时 乌克兰的经济也没有恢复繁荣 成为领先国 反而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所以普京直接声明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对话 持开放态度 并准备好讨论最棘手的问题 让乌克兰因捍卫自身利益 而不是为他人服务 不能成为他人对俄斗争的工具 由此看来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矛盾冲突的根源 就在于西方国家 如果中国与乌克兰持续合作 从而降低西方国家 在乌克兰的影响 那么不仅不会影响中俄关系 反而会增强中俄关系